继了三方联名的倒沟、高筒和低筒之后 Sakai和藤元号的Fragment也开始三方联名了 我是老嗨逼The Old High Beast 今天要介绍的是Sakai第一双三方联名的LD Waffle 我的频道专门介绍球鞋的开箱、发售资讯 还有他们在售价格的评估 新来的朋友们还没有看过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您按赞、分享、订阅哦 如果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关注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在下面的叙述区、文字区会做连结 那今天就是要介绍这一款 是Sakai他们本身第一款的三方联名 那这次也找来闪电的藤元号来联名 那在这个同时出了灰色和蓝色的 我手中这个是蓝色版的 原本在还没有收到鞋的时候 在网路上看到图片 觉得灰色比较好看 可是拿到蓝色之后 反而比我想象中好看很多 让我们来近拍看看这双鞋 为什么实鞋比较好看吧 一般Sakai的LD Waffle 给人家的印象就是很颜色鲜明 不过这双鞋相对来讲 反而比较朴素一点 就算它是以藤元号的三方联名 也是一样 算是比较朴素的一款 首先我们看到鞋子的侧面 主要有几个不同的材质而构成的 前面的档尼Mudgar 主要是以深蓝色的麂皮 那中间这个鞋面 是用网状的布面 勾勾只是用白色的白色平面皮革 中底总共有两块 上面这一半部 是白色的橡胶中底 下面则是深蓝色的中底 那在白色中底上面 写着The Classic Fragment Sakai 大底用了经典的Waffle大底的设计 深蓝色的麂皮Mudgar延伸到鞋头 那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这个中间的鞋面的部位呢 在早期的ODE Waffle 是一个像Vapor Waffle一样是比较透明的网状材质 非常薄 不过呢这双做的稍微有厚度一点 就连我手指头塞进去都会看不到手指头 所以比较有厚度 相信它的耐用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这双也延续了所有Sakai的精神 用了双鞋舌 双鞋带的构思 唯一要提到的就是它的鞋带呢 这是采用两条 都是用深蓝色的鞋带 是同色的 当然呢 它额外有附一个白色鞋带 让你可以穿插蓝白这样子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下开的时候不是蓝白穿插 而是附两个蓝的 我觉得呢 用蓝白的可能会比较有层次感 不过呢 这双可能就是想要走低调路线吧 那蓝色鞋带下面呢 就是配上了白色的鞋舌 整个有内鞋舌外鞋舌 在外层呢 是比较装饰用的鞋舌 上面写着Nike Sportswear 然后上面的海绵是露出式的 而内鞋舌呢 就是用这次联名的藤原号闪电 唯一不一样 就是它的标签上面是用闪电logo 在上面是用逢死的车边 那鞋子的内侧呢 印上了字 跟这几个月初的藤原号联名都一样 都是写上像工厂序号的字样 在末端呢 写着Sakai和Fragment 在鞋跟的部位呢 有着LDWaffle著名的白色中底突出的设计 在上面鞋领的部位呢 则是有白色皮革印上了Nike Sakai的字样 鞋子内侧主要是白色的 而鞋垫呢 则是用深蓝色的鞋垫 上面写着Nike和Sakai的白色字样 那距离我上一次买到LDWaffle也有好一阵子的事情了 已经不记得它长什么样子了 不过看到这个中底的切割方面呢 觉得好像做的不是特别优 你看这个旁边切割的方便有点毛毛的 那各位朋友们有入手的话 你手中的也是这样吗 在下面留个点告诉我吧 好 接下来就让老Hibby为大家示范这双鞋上脚时穿的样貌吧 好 接下来就让老Hibby为大家示范这双鞋上脚时穿的样貌 在我们看完360度的近拍 还有上脚时穿的样貌之后 来谈成这双鞋的尺寸 那老Hibby平常穿的是US成人9号的 这双入手的也是自己的尺寸 刚刚穿的脚上的感觉事实上是刚刚好的 是正常尺寸 不过要特别一提的是这双的鞋带跟之前的很多Sakai款都一样 非常短 为了让它松一点的时候 几乎没有剩下多余的线可以绑 不过我也不建议买大买小买正常尺寸就好了 谈到在售价格的话 这双原价为Dodge 这双原价定价为160美金 在售价格的话以这个深蓝色的招牌藤原号配色呢 它在售价格目前座落大概在320块美金左右 那灰色版本呢整整比这个多了100多块 可是特别要提的是世界的在售价都是以Statix为主要的指标 那在美国呢灰色版本要到9月8号 在美国的Sneakers官网才会推出 所以届时呢在Sneakers推出的时候 想必再过一个星期在9月中的时候 灰色的双价钱会掉下来一点点 那至于会不会掉到320块呢 我是觉得不至于可能会坐落这350到400美金之间 那在今年接下来呢 也会出了非常多的三方联名的Sakai LD Waffle 包括了陈冠希的Clot 还有高桥顿的Undercover 也会推出三方联名的Sakai LD Waffle 那各位朋友们喜欢这一波三方联名公式吗 大家胃口是不是也被养大了 从此以后没有三方联名就不买账了呢 在下面留个言提供你的意见吧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